欢迎收听解释了 我是小杰 今天6A是2013年11月6号 星期一晚上的8点11分 我现在在东京的这个清晨白河 这间的Gonfer Hotel 其实这间真的是很便宜 CPJ很高 然后位置也不错 但是缺点就是 它的隔音稍微比较差一点 所以这一集你有可能会听到一些 奇怪的声音 或者是外面有些co-co-co的声音 或者是外面有人在讲话的声音 这都是正常 总之这一集的这个收音 可能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我尽力了 那今天是我们的新闻社会 第39集 这些就会跟大家聊一些旅游 里程 饭店相关一些新闻 那先来讲一下本日的头条 其实本周的头条 本周头条第一条 可能是9man的新闻吧 但是因为这个新闻才刚出现 大概半小时不到一小时 预期应该还有其他人 也会被调查 或者是被抓去证讯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 反正要抓就是抓一串葡萄 所以这个应该是 在接下来应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 这个新闻会涌出这样 但因为本节目 应该说这个细节主要还是聊旅游 所以可能就不会聊这件事情 那大家还是注意 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记得 真的是记得不要把东西带回来 那因为你当时算是在运读 运读的罪名可能是比你在台湾买还高 因为其实我印象当中 细时的罪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高 但是这个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在台湾是不合法的事情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在第二则新闻就是这个幸运航空在曼谷 又一次这个七小时的大型delay 那因为这个事情我做了更多的研究 那我知道有些人在期待说 我今天有没有骂这个幸运航空 很不幸的今天可能不会骂幸运航空 那么这一段分析会放在这个最后面 因为这一段我预期会是20分钟 那有听过我们节目就知道 我20分钟大概就会是变成30分钟 那运航空就会变成35分钟 所以这种无限延伸的东西我就放在最后面 好那今天我想在这个进入新闻之前 想先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 变速没有不变速 就是我其实我注意到很多听众 可能就是会听直听这个新闻的部分 大概三层吧 我真的只听新闻然后其他不听 但其实我们其他节目也蛮有趣的 但比较深厚啊 比较可能是邮寄啊 可能是饭店 可能是开箱饭店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心得分享这样 我知道 我知道其实每个人的这种兴趣不一样 那我们的现在目前新闻的流量 是特别特别漂亮 以前其实就是不第一名 没有错 但是现在第一名第二名拉出了这个差距 那我还是想要鼓励大家可以去 多听试试看其他这个系列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系列 要说这本B节目叫做集思聊 所以其实新闻是一个 我知道大家会想听的东西 所以里面三分的我知道大家想听的东西 的东西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自我 很个人的节目 而且也非常非常主观的节目 所以其他的节目 其他的这个系列 其实有很多很多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或什么的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那有些会讲饭店 有些会讲这个 最近大家在社群讨论的东西 我直接拿出来讲这样 那也很感谢很多人 有跟我去互动 或是帮我更正一下 我在节目可能错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误导别人讲的东西 因为可是我自己讲得很开心 那大家的语意 可能会理解错误这样 好那还有感谢一些这个留言 就是有些五星留言说 比如说这个税卡非常受用 等等的 或者是非常用心 很适用参考价值很高 五星推荐 有什么最喜欢的Podcaster 这个这是9月的留言 反正总之 大家还是可以去这个节目 这个资讯栏 不对 各大平台帮我去五星留言 这样 那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收到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进到 这个本周的新闻的部分 那再来新闻的第0则 第0则是一个朋友的DP 就是说 他最近使用IHG的这个Bogo券 我就你买大使 后来他会送一张这个周末 大使住宿买一送一二券 发现他使用掉之后 怎么没有消失 他就来私讯问 我说 这什么状况 结论就是 这是正常状况 但是也不需要大家 不需要问任何人 就第1要再用第2词吧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蛮常见 蛮流传已久的 所以 这东西大概就低调用 那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东西也没有到 非常非常的 很多很多人在 广为人知 广为人知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这个大使券 并没有那么好用 应该说是买一送一券 我觉得没有很好用 那他本身订的这个价格 其实就会比原本的这个价格 还要高一点 我们现在直接去订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会员的折扣 什么的 但是你这个 你用大使这个价格去订的话 其实是有点点贵 大使这个 你必须要从特定的网站进去 你才能订到 那有点麻烦 这个就是我自己不太喜欢它的部分 而且在台湾的话 你只能在高雄洲际去做使用 那其实高雄洲际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使用的标的 毕竟它的这个房价相对于它的品质 或者房价相对于其他的台湾饭店来讲 是比较低的 可能5500到6000左右 但就他还是在高雄 对我来讲高雄比东京还要远 好那大概就这样 好那这个定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的话 来到这个 最近啊 有一个这个飞机上的小偷 被这个航警给带到 而这发生在台湾 我知道这个原理想出来 他这个不知道发生在什么 阿联球还在哪边 没有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种 在飞机上的小偷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这则新闻是从今年3月开始 航警局陆续接获一些报案 就说在本领国际航空的飞机上 发生了一些窃扰 那航警局就是 哦这个分析航程 机舱座位 旅客出入境资料之后 然后锁定了一个 中国籍的汪性男子平凡 大机来台转机 设有重险 于是派航警 吸密录器人机首枕 这叫密录器 并于9月6号 于东京返台的 班机降落后将他逮捕 证明中国籍的空中大道 在我国航警出示证明 拘票后还评评问 怎么啦 完全没有料到他自己被 来到这样 好那 总之啊在这个 新闻里面他有提供说 其实他们分析发现说 其实他们会特别挑选一些 亚洲或东南亚的航班 而且很多人可能是 这种比较长途的 到东南亚 然后来台转机到 加拿大法国等欧洲 或者是美洲的一些 长途航班 锁定的是他附近的这种 作为旅客 然后假装 他们在翻上方的机舱行李架之后 在对人家的行李去做偷窃 通常他偷的时候呢 就是偷货币 欧元美金或者是日币 那德索之后他会把 还会还东西给他 他塞回这个印尼盾 跟柬埔寨币 等廉价货币装饰 不少女客遭到 遭到遭窃受害的时候 然后才报案这样子 那至少接会这种正式报案 是超过武器 因为外面好吵 外面全过去了 就今天这集可能都会有这种杂音 而且通常都不是说日文的 那这个新闻转就是在这个机上 他因为这种长程转机的时候 他就去这个行李架上面去摸摸摸 然后就摸人家的行李 然后把里面都给爬走 这个新闻真的还蛮 蛮蛮 就是听说过 但是是第一次从台湾行警这边逮捕人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新闻稿 所以还是 这个身为旅游节目 还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如果 真的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的话 我记得你都还是放在身上 或者是放在你自己的 这个脚下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商务舱旅客 你可能把它放在自己 自己位置可以储存的地方 因为有些人会讲说 那一定是这个经纪舱 才会召窃 因为比较近什么的 没有 因为以前的新闻 也有听过商务舱召窃的 所以 这个不一定 这真的不一定 那也有听过一种是 经纪舱跑去商务舱偷东西的 那其实整个都有 真的是都有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 在这个长途班级 特别是长途班级 真的要小心 然后再特别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行李 如果自己的行李家被打开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人家在干嘛 不用到太紧张 说哦是不是小偷 他毕竟还没有到 非常非常的猖狂 或很平凡 但是 要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那这个新闻其实 我第一次听到应该是去年 那现在真的有人是被逮捕 而且是一个中国籍的男子 这样子 那他也是蛮开心 他竟然可以这个一偷再偷 然后偷成主顾 然后还可以频繁搭击这样子 我看到频繁搭击就想说 哎呦 我是不是被锁定过 我好像想说 嗯没有开玩笑 就是随便乱讲的 反正就是这个 飞机上真的有小偷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人是遇到可疑的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请你立马通知功夫人员 那这样是比较好处理 就这样 那下一則新闻是来讲一下这个华航 华航最近有这个很大量的真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个主乐 其实应该说现在航空业都有很多真材 如果你在这个最近想要加入航空业的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我们节目也蛮强的讲说 谁在真材 谁在真材 但老实说啊 这个他们都非常非常确认 尤其 我们今天最后一则新闻的那一家 但是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真的是人不够啊 所以才发生了事情 但anyways 那个华航最近真材的对象是这个地勤 签派跟工程师 所以有 就应该非常非常多人了吧 就是也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华航给的薪水 其实有有个朋友 因为我这个被最近被裁员嘛 有个朋友就丢给我这个华航的工程师位置 我看了一下 要轮班 然后看一下薪水 四万五到五万 我就把它关掉了 好 那下一个新闻是泰国 那泰国最近免签 这个新闻应该是不用报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前面 上一周我们有讲到说 泰国疑似要免签了 疑似要免签了 那其实疑似要免签听了好几个月 上一周真的有一些比较confirm的讯息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这个新闻的前面 那我还是用疑似 用疑似 但是 我基本上发了当天 就是上周讲了当天 他们就正式宣布 那这次的免签还蛮好的 从11月的 一向就是10号 一直到明年 所以 如果你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 甚至到泼水节 你要去泰国 现在都免签 哇 超爽 怎么说 泰国跟日本一样 我就觉得它是 我想去就去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去韩国 那这个泰国是想去就去的地方 而且可以这么开心 对不对 可以这么久 没有 可以这么 这么 可以这么放松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地方蛮 而且蛮大的 你可以去跑台海 你可以去华星 你可以去苏美岛 各式各样的地方都有 还有清迈 对不对 那里程票 现金票 我觉得都不贵 很多很多的连航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特别喜欢去泰国云 还有他们的饭店 整体来讲的价格 可能都是台湾的 除以二 除以三 我不知道 以同样等级来说 早餐又好吃 然后又泳池 又有太阳 又有服务又不错 对不对 那这个给的 什么深等又很好到 所以不知道 我就觉得泰国 应该说曼谷 等等的地方 其实都 真的东南亚 都还蛮适合去度假 这样子 那这次免签也是 给喜欢旅游的你啦 在这新闻 刚刚讲到深等这些东西 万豪最近把他原本的套访券改名为 Nightly Upgrade Awards 为什么要用英文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 他原本的套访券叫做Sweet Night Awards 那现在要改成Nightly Upgrade Awards 这是什么意思 升级你的夜晚吗 不太懂 那其实这则新闻 有一些 在很久 在很久 几千几个月吧 我们就发现说 套访券现在可以押在什么 Addition Allowed 这些饭店里面 那我们也很早就发现说 其实在App里面 你去点点点的时候 那就Sweet Night Awards 其实它不一定说 会升级到套访 其实你有时候升级 你可以按脚房 就是那种 比较 就比达大间 或是角落房的那种客房 所以其实Sweet Night Awards 本来就 已经有一段时间 它就不是 套访券了 它已经不套访 只是我们俗生套访券 那这次万豪就没有在演了 就是没有这个模糊的一段 我们直接改成 叫做升等券 就是 这叫Nightly Upgrade Awards 这样 然后 对 那这个其实就引起哗然 就是 很多人就想说 我就算一下说 这个万豪 怎么变成这样子 但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子了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选择套访 但是它要给你升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总之 我们现在正式更名 这样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说 之后会不会给更多 这种升等券呢 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 但总之这种权益 有一种感觉就被牺牲了 感觉 因为它算更名的 但是 实际上饭店要开哪些 房间给升等 这又是另外一面的艺术 对不对 因为它这样是不是可以 我就干脆不要开 套房给大家 我就全部都开 一般房间给大家 好 那这个也跟饭店等级有关系 你说Addition 它如果要开套房的话 这个他们会携亏 那如果Alof 他们开套房的话 他们可能一间 可能只有三间套房 那怎么玩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实际上的 实行程度 或者是影响 还是要看各饭店 或者是你常住的饭店 或者是 对这个之后再说 但总之就是正式的更名 好 那这个可能 应该大家也理解 就是其实越来越 这种饭店都是缩水 然后越来越水 越来越水钻 水钻越来越多 那最近的水钻也 慢慢的延烧到这个凯越区 这个你在全组里面 有在聊说什么 可以用非常非常便宜的成本 拿到环球课 我们之前在前几集 EP2738 就聊了 就是说 你可以用20万之间 拿凯越环球课 那一集其实我 其实我们一直都会讲这件事情 只是我都把它藏在节目里面 因为B节目不太喜欢 去强调说刷访啊 正手艺 因为我觉得都不叫正手艺 因为你真的 其实你就是付出这个钱 你付出2万多块 去拿这个环球课 其实它绝对不是正手艺 它绝对不是 你就是刷卡了 所以 B节目也不会跟你讲说 再叫做生巧钱 然后 就是 不会说这叫做省钱啊 因为就是 省巧钱其实花大钱 所以 我还是建议大家 稍微思考一下 我自己是有刷 老实说 我自己是 一直以来都有刷 我在 EP273有讲 但是 这个大家旅游频率 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那长鲜 我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 你说 这个可能2万多 然后你可以换到 一些免房券 一些早餐 那我就已经体验一年 那你觉得很棒 那再去试试看 我觉得 不错 个人推荐 但要稍微想一下 也不需要跟风 因为 老实说饭店这种东西 就是一直在贬值 跟里程一样 那就不断的贬值 不断的贬值 不断的贬值 贬值到后来怎么办 就改制 就合并 等等的 那就 其实没有所谓的终身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正手艺 全部都是羊毛出来 羊身上 所以也请大家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 其实我们有很多节目 都会细讲这些东西 那我 一般来说不鼓励 因为它其实也是在一个灰色的地带 例如说你去刷房 其实你根本没有入住 那如果你今天出事 或今天有人要搞你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举报你的账号 就说 这个人实际上没有入住 那总部就会把你封掉 他完全不需要 给你任何原因 他就可以把你封掉 所以 我来建议大家 还是低调行事 小心行事 那最基本的 这些东西都不要随便 乱贴出去 这个你今天惹到人 就是跟你把这个登基证 放在动态上面一样 他就可以帮你改定位 或什么东西的 那讲到登基证 我们再插出去讲 那登基证那个 那个码是要 其实 那个码是要弄掉 你知道 那个 那个 整个像条码那个东西 因为那个条码一扫下去 就会看到里面的资料 好像我最常用的是 App in the Air 这个APP去整理 我所有的旅行的东西 这我们录一集 就是我常用的APP 然后在旅行相关的 我可以整理一些 行程 像是机票 等等的 然后可以统计说 我可能飞过几趟 等等的 这种APP 这个我觉得很棒 我最后一集 但是因为我们 档期有点满 所以最后再说 有兴趣也可以再跟我聊一下 或者你可以推荐 什么非常准 Awareware之类的 那就是 其实这个APP 都可以直接看到 你的个人资料 那甚至如果它是 有权限相关 它可以看到你更多的东西 但 我总之就觉得 其实登记真的 不太适合 破这动态 那你真的要破动态的话 先把什么定位代码 或者把什么QR Code弄掉 因为你 永远都不知道说 它会帮你改票 然后就很好心 想说 你今天要去曼谷 好 那我帮你把灰尘改成 明天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登记上 基本上有所有的资讯 再提醒大家 不能差太远了 我们来讲回这个 万好 万好 没有万好 讲完了 那下一则是Rumor Rumor Rumor 谣言的意思 那这个在某些社团里面 有人说 这个华航明年2月 长城的里程票 也不能够开 这种四段的中停了 那这个是Rumor 那目前来说 其实在今年 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制 那里程票改非常非常多 那现金的外站票 像是长龙 也是把这个 两个停留 变成一个停留 那你再加另外一个停留 要200块美金 这件事情 今年真的变很多事情 今天 不想讲 又要讲到时事 会讲很久 今年真的发生了好多好多好多事情 真的很可怕 包含我自己就遇到很多事情 那这也是Rumor 那就是明年的上次里程票 也不能开这种 四段中停的票 但个人觉得应该还好 因为现在怎么改 一趟一个中停 一个中停的文法 两个中停有两个中停文法 没有中停 那可能就会用外甲的机 这个里程票 那就自己大家小心 就是自己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 然后那下一则新闻 是这个一则航讯 今天的航讯很少 航讯大部分都集中在上一周 那今天应该只有这则航讯 就是日本航空 那日本航空这个桃园成年 桃园关系的这个加班机 它即将要再延长 它已经延长到 它已经 它是不是已经要半年了 它已经直接变成冬季板表 那原本它是这个10月29号 到1月8号的这一个班机 那再次延长到3月底 所以就从现在开始到3月底 那都有这个桃园成年 桃园关系的这个班机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讲 因为它从1月8号又延长到3月30号 它涵盖了什么东西呢 它涵盖了第一个过年 第二个是228 那如果运气好一点 你这个4月初这个春假的去成 是不是可以处理掉 等等的 那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票 那目前在过年期间 有一些2万出头的票 经济舱 2万出头的票 因为2万出很贵 过年的话2万出可能是正常价 除非你真的 有办法用里程票 但现在里程票都已经太晚了 所以这个过年的现金票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去捞捞看 是有的 这个时间 我觉得日常时间还可以 那大家就是可以去捞捞看 那BA跟QR应该都有票 就是银行跟卡达 应该应该都有票 尤其是大阪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 这个大阪是用七八七九支费 好那 那下一个新闻是来自这个凯越 凯越这边有一个跟 Mr.&Mr. Smith的这个活动 那之前其实 这个Mr.&Mr. Smith是在HG底下的 那老实说这个蛮怪的 因为 这一间其实是一个 我就不要 我就用这一间来代替它 因为我不想一直讲Mr.&Mr. Smith 太长了 这一间其实它算是一个订票 不在订房的网站 其实 那它现在可以透过一个 凯越这边 然后去买这个网站的Gift Card 可以买它的礼物卡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你在买礼物卡的时候呢 你可以累积凯越的房碗 跟凯越的这个 Elegible Spend 就是 消费啦 那这个消费 跟你要累积会员 或者是你要终身的环球课 是有关系的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 那总之呢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 其实你可以订非常非常多饭店 我上次发现说 其实曼谷的这个Rosewood 曼谷的瑰丽啊 曼谷的四季啊 不行 那种瑰丽好像可以从这个平台订 我觉得非常非常神秘 因为我其实 听过它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间饭店 结果发现说 它是一个订房网站 那现在透过凯越 因为凯越已经把它这个并购下来 你就可以边买这个GIFT卡 边累积一下这个 凯越的一些房碗 以及这个花费这样 那它怎么样累积房碗呢 是你每花300块美金 你可以累积一个定级房碗 唉 有点多 有点多 那最多可以累积60个 这个房碗 那所以上限是300升 1万8乘以60等于 3万960等于多少 1万8喔 唉怎么这么高 那1万8再乘以32 因为现在没定32 所以台币57万 57万你就可以买GIFT卡 买到这个环球课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 如果你平常在这种平台订定的话 就是你可以趁机累积一点 这个房碗 或者是这个积分这样 那其实它有一些TNC 那我把它放在正下方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会过期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 要怎么换 例如说这个GIFT卡 你只能从这个网站换 而不是从别的网站换 等等的 那我详细有放在下面 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闻 可能对大部分人 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那下一的新闻来自是 比较有帮助 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在我们前几集 有提到说 他们 汇丰旅人卡 这张我很推 但是他们几个问题 一脚的问题 或者是 回馈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旅人卡的点数 点数的效期非常的诡异 是从你办卡开始三年内 这三年内的这个里程 到期 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 三年内的这个办卡的 办卡后的什么两年 两年又十一个月这样刷 然后这个里程入账之后 它会在一个月内到期 非常非常的低 那其实所有的其他的卡片 都是以消费 消费月而定 例如说今天是11月6号 那我今天刷的这个东西 应该会在这个 今天消费出账单之后的三个月 那跟着三年之内 才会到期这样子 那甚至有些 这种银行的飞行积分 是不会到期的 所以 现在总算这个旅人卡 想开了 我就说好 我们现在跟进了 我们现在就变成三年内 三年内到期 就消费之后三年内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是 是 巧合还是什么 因为 其实我们最近录了 非常非常多期的 汇丰旅人卡 然后旅人卡 其实我也 那个集图其实我很早就录了 我大概半年前就录了 后来我发现说 一直没有找到档期差 然后我觉得说 突然讲 逼节目突然讲 信用卡好像怪怪的 但我一发之后 有造成一些小讨论 不是真的不大 但是小讨论 后来隔一周 又从里面卡 就开始制作了 好神秘 这个 那不可能是我们 因为 逼节目的这个 这个后台下载量 一看就知道这个 如果我有的 如果有人听到 会也是太厉害了 好那这个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全部 汇丰的所有的信用卡 它的额度是分开的 分卡的 就是说你今天有一只 这个 会赚卡 他叫会赚卡吧 会赚卡 或是现金预期卡 或是旅人卡 同时都有这张卡的话 那你的额度 就是分开的 就是个别会赚一个额度 它不是所谓的 像其他卡 就是什么总额度 比如说国泰 你有一张Q的卡 两张Q的卡 三张Q的卡 真的有人可以有三张 那这些卡别呢 它都是统一个额度 可能是30万 就是全部都在 都是30万等等的 在汇丰这边 它就是每一个 会给你一个额度 那当然你可以 尽限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 这个 现金预期卡 现金预期卡 是一张把它调低 然后既然调高 可以 但这就是浪费生命 反正汇丰我觉得 它有点很低能 除了它这一件事情 额度竟然是分开 现在总算要把它 变成统一额度了 就是一个银行一个额度 一个人一个额度 还有这个旅人卡的点数 总算要重重了 早上跟大家一样 改的比较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的网银 网银真的是 史上最难用 它的网银真的让我觉得 好像活在Window 就我的时代 希望他们也可以改一改 说不定我这样讲一讲 他们就改了 有希望啊 虽然不太可能 好 那就是这个 汇丰的一些好消息 那这件事情 它什么时候才会生效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它公布 可能只是顺便公布给IT看 我刚才讲说 我已经公布了 你最好赶快改了 我不知道我感觉的 就是它还没有说 其实就是开始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所以大家还是要 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这个旅人卡 这个飞行积分 看看自己的账单 账单上面会悠闲 它什么时候到期这样 那如果我们对汇丰旅人卡 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我们 上周的这个 汇丰旅人卡的节目了 就是我们直接把它 打在标题上面 就是写汇丰旅人卡 上一周我们还会讲 这个Cube卡 好 就这样 这一集是不是讲非常非常多的 业配 就是一直在页自己的节目 没有 就是延伸阅读的概念 因为我们真的讲太多 有都没有东西 那一集把它全部讲完 真的是对大家来讲太痛苦了 所以这个新闻都比较 概略讲过去 好 那下一则新闻 是来自于这个 东京 不对 是来自于我的一个 IG的好友 我不知道他们在听 但是我已经把这一则 偷过来 就是银座的Edition 银座Edition 即将于12月15号开幕 那最低的价格 大概在15万的日币 那最低的价格 是3万 3万5吧 这个在3万5 那点数的话 最低是7万3的点数 那现在还有蛮多日子都有的 7万3大概都有发生 在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如果到礼拜六 礼拜天 目前 我前一次看 大概是8万多 那你觉得这样 那划不划算呢 就用点数这样8万多 8万多现在 万号的价格 可能还是在0.25左右 那这样得起来 其实还是要2万 那大家自己去评估 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不划算吧 就是在东京就住 破饭店就好了 要不然就住高级一点的 我觉得 不知道 那个位置很好啦 银座的Edition 位置非常好 附近的Hiacentric 位置也很好 但 我可能觉得住Hiacentric就好了 就是用点数换 那Edition Edition 迁到东京还是Edition 这银座Edition 还是Edition Edition在全世界 都长一模一样 所以 可能 就 可能也没什么必要 但是还是提供大家 这则新闻 然后感谢这个 IG好友的Jason 好 那下一则新闻是这个 也不算新闻了 这已经旧闻了 上一周的时候 这个俄国的火山有爆发 这个火山爆发 就有火山回来 火山会就吹到这个 太平洋的北方 那所以造成的部分的航班在 飞行经过这个越洋航线的时候 好像台北 也就是富山基 都已经台北这样子 他们必须要避过这些火山会 那所以会造成这个航程的 可能多一个小时左右 那这个其实还好 就是 这一周就没有听到 但是上次有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 一则旧闻 这样子 好 那 今天讲的蛮快的 今天快要讲到最后一则新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跳一个是 ONICA ONICA在这一周改表了 就是应该说在这一周宣布 它从2024年1月1号起 改来这个 他们的红利的兑换 这样子 好 那具体是怎么改的 先感谢一下A家社团的 A家里程玩家社团 他们这个大力的整理这件事情 好 那其实旧表跟新表 我就直接讲结论 如果你今天兑换长绒的话 大概贬值2% 2%应该就没有贬值吧 那亚万的话贬值36% 火航贬值78% 这件事情其实我应该在 哪一期在讲兑换火航啊 美国运通 美国运通明年开始 不能兑换火航 那我就酸说 哇 这竟然连美国运通 都不能换这个火航了 那后来也有一家跟进 但我忘记是哪一家 那时候我就说 其实这个应该是 大家都会跟进 应该大家都会跟进 我不太决定 火航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里程很贵 还是突然觉得说 我要认证完里程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国外通常 你真的要认真 把里程当中一种收入 的航空公司 其实它反而会让 更多更多的信用卡去 能够购买自己家的里程 或者是兑换自己家的里程 我刚刚讲的购买 是指说 银行去跟里程计划 去购买里程这种行为 但我不太懂 火航现在要怎么操作 因为火航第一个 它本来就不太好玩 所以它放票很多 但它放个外加也很多 所以我用外加换就好 那再来是像 昌隆 昌隆隆 今年很明显的是 它把里程计划当作 它的 很大的营收的部分 或即将想把它 变成营收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做法 第一个 昌隆本身的品质算是不错 我知道很多人怪它 包含我 毕竟我在他们家调了一个行李 等等的 但是它整体的品质 还是足够好的 然后它对自家的房票 非常非常的慷慨 虽然说最近 最近的这个 查票系统 可能会影响到 非常非常多的查票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相对好 去做兑换自家 加上它产品也算不错 所以 性益很大 包含我现在都开始在雷迪长荣航空 还有这个长荣航空的这个 极致无线卡 大家也都是办起来 现在这个听说标准也是拉很低 所以 整体来讲 其实长荣是有在开始 要想做这一块的感觉 我没有内心 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很明显 甚至他们也跟这个Powiz.com 去做卖里程 我之前也讲过说 它那个里程 1里0.9块 那个绝对不是真卖 那个是假卖 那就是可能测试一下说 这系统是不是可以work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一点像全民公司的感觉 那之后它如果要下杀 它如果杀到什么0.6 哇 那就一定会有人买了 0.6就是你今天 试价可能0.5 0.5到0.55左右 那你今天杀到0.6 就已经非常非常逼近人家 会想要买这个价格了 那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很多的 里程计划或者是饭店计划 最近都有在特卖 他们的特点就是 他们会在基本上都在试价的上远一点点 所以它不会让你不想买它 那也不让你每次都可以买到最好的价格 但是呢 它就提供一个方式 告诉你说 我们都会特卖 你可以等我 这就像是说 好我今天如果一个里程计划 我两个月特卖一次 那你是不是就会 那怎么讲 巴夫落夫的狗吗 我们其实就是那些狗耶 你就想说 它特卖 它周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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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习惯说 11月11号 这个双11一定会有特价 一定在这个所有购物网站都会有一些 好康这样子 我们其实也都被教育成这样子 我觉得里程计划也是一模一样的游戏 就是我们已经习惯说 好好好 周期快要到 我们再等一下 我们再等一下 然后就会有这个里程特卖 然后卖之后你就觉得说 嗯不错我要买 但我觉得就总计 因为里程 有时候真的是 你需要说再买就好了 它真的很长很长特价 那这也是我在 我不断不断在提醒大家的事情 不过这个讲远了 总之我觉得 长中现在这个件事情是蛮聪明的 那我也不太决定说是 他们在彩报这边 把这个里程 你变成营收的部分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对于 这个财报这种东西不太熟 对于对公司 怎么要计算 就是盈利 把这个里程当做一种成本 还是当做负债 还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一直都搞不太清楚 这个我听不懂 不过我是觉得 长中这边是作对 那华恒这边 我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真的真的看不懂 欣语我也看不懂 欣语那个已经骂过 这已经骂很久了 就是真的看不懂 说欣语这个联名卡 这样改造是什么意思 你的通路这么少 那华恒这边也开始 紧缩这些东西 他自己在公里 这边是贬值了78% 一定有人会觉得说 但是这是银行贬值 你应该要去骂玉山 那我觉得你就搞错了 因为通常这种里程卡 它不是真的是银行 它不是银行发给你 它是银行发给你 没有错 但是银行会去跟 航空公司会去签一个约 或会去买一定的里程 例如说跟银行去买 去跟航空公司买一亿的里程 当然是个很便宜的批发价 但是我今天就要想说 我要怎么样去 这个创造一个联名卡 或创造一个商品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信用卡 这个个金的部门 会有证收益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都跟这个成本 银行去买的这个里程的成本有关 所以它涨价并不是说 预算为什么涨价 而是说一定是它的上游涨价 也就是航空公司 这样大家理解吧 尤其涨这么多 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具体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一定有讲说 那亚万呢 亚万这个贬值36% 那有可能亚万也有在 同样在提高我们的价格 那毕竟 我觉得部分合理 虽然36%超级多 但这个亚万 其实本身在今年改过表 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在观察了 那反而是长荣 长荣有贬值2% 2%就等于没有贬值 很神秘 我就不太确定 这个长荣 最近好像 不太一样 在里程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最后要来统整一下 Only卡 如果你现在是Level5的话 那你现在刷 刷他们一般通路跟指定通路呢 分别是多少元一里 这边讲的是Level5 Level5 那有人问说 那Level3 Level2呢 去死检卡 没有啦 就是 现在Only卡就是一张 如果你没有Level5 你就可以去死一死的卡 真的 好 那长荣这部分的话 一般消费是18.8元一里 那指定通路 这个包含海外消费是11.5% 那雅万是22.9跟14.1 这部分是35.4跟21.8 你们听错 一般消费35.4 有点疯狂 那这边这个资料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正下方 就是资讯栏 再次感谢A家社团 A家社团 这个很快就更新了这些东西 就是 基本上长荣是18.11 那这个联名卡大胜 雅万的话22.14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就可能半台新吧 可能半台新那一张 华航的话35.21 一定有人说 那我就去办中性的 自己家联名卡 不对 我现在觉得有点问题 我现在已经觉得 华航是有点问题的 那我一说 我不太确定是华航 好 这边讲个rumor rumor说 华航还会再谈一家联名卡 但这个rumor是真的是rumor的rumor 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 去走证它 那我也没有内线 我也没有什么的 有人说 好好可能在谈一家联名卡 那也不一定是说中性 不能继续用 有可能是 就是两家联名卡 三家联名卡等等的 那有可能为了要放这些东西 给他们 所以紧缩在其他这种 比较贪心的部分 这样 我真的不太确定 但 我真的觉得这个扑朔迷离 真是扑朔迷离 总之 最近 应该最近半年到一年内 里程计划都还会到 尤其国内里程计划都还会到 大换血一波 甚至连ANA 我觉得它迟早会出事 就是 我所谓迟早会出事 就是 你现在都换不到票 那有点像是国态的 疫情的后期 到今年改表前 就是死样子 你有里程 对啊 大家都有国态 大家都有亚绍化理通 大家都有ANA 全世界都有啊 我也有啊 那么 结果呢 我就完全换不到票 那怎么办 改表 所以 我自己就没有再累积 这个ANA 反而有时候觉得 刚改表完的里程 是最香的 所以 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 但新语是不是不要累积了 其实就我的想法 我现在反而觉得 改表后的才安全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但 我知道一天会算命攻击 我当然就算了 就这样 那 那Only卡这边 还是一代Level5的专用卡 Level5本正你要刷到快要70万 你才能到Level5 所以个人是觉得 Only卡这张早就废掉了 早就废掉了 但现在改就更废 那有些人想说 那怎么样 我还要持有吗 如果你今天主力是换长龙的话 那你可以 继续用这一张 但是如果你今天主力 原本是要拿来换亚腕或滑航的话 就剪一剪吧 也不用剪啦 讲这些气话 就是 就偶尔刷一刷 例如说它还是有那个UberE 然后什么刷三次 给多少点吧 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加减刷一刷的 那Only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很多很多的条款 例如说什么 每个年度的这个上线红利点数是多少啊 这样子 非常非常讨厌 大家自己去研究 好那今天的倒数第二则新闻是这个点数的特卖 或一些转点优惠 我大概讲一下 那先讲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东西 就是旺豪 旺豪现在有这个加成40%的优惠 那每一点大概会在0.28左右 那这个其实超过市场行情 市场行情现在大概在0.245到0.25之间 讲这个我还是要讲 这个之前我有卖一个人卖0.2 然后这个当下他也不知道 当下他也不知道 我已经算他特特特特价 好像想说就汇款这样子 想说我怎么 我是不是很急着卖 没有 我是折了好多人请给他 那现在已经来到0.25 市场已经来到0.25 那现在特卖是来到0.28 那其实现在所有的点数特卖都 没有那么划算 有个很大原因是 通常都是美金机架 但是现在美金是32亲爱的 以前的美金是多少 30 29 28 所以现在我这些建议都是 没有硬没有刚需 那时候你没有马上用点数的话 你可能可以等汇率下去一点 或者是更好的特卖 因为这些也都不是最高的特卖 包含下一则凯月 凯月这个也是我一直 怎样汇率好 或者是这个是新高 就是加成的时高 我大概都会买的一个里程 那一个饭店计划 那这次凯月加成是20% 那我没有去详细计划 我印象好像有点0.6亿多吧 我印象都是这样 但酸醋比较怪我 但它的时高是再加成25% 再次是20%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时高 而且汇率高 那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是这个UA UA就是又加成了100% 好像每次都加成100% 但是老样子不要忘记 这个UA本身 还是很多幽灵票 这个现在幽灵票问题都还没有改 那除非你要去兑换 例如说日本的国内建计 你用UA去换NH的话 那是很香 香香香香无敌香 那但是 UA本身的里程真的是动态到一个不行 所以 个人不建议 但你要少量持有也是可以 下一个的话是这个卡达 那最近这个卡达转点是会多30% 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因为卡达是一个 我觉得是我还下一个要去研究的一个里程 因为我们都知道换星宜用阿拉斯加 换华航用微针 那现在我这一周我又换了两三张微针 然后再来是这个就是用卡达 卡达现在是换瑜伽的短层之王 真的是蛮香的 那等我摸透这个过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那卡达这边有这个转点会多30%的一个活动 那再来是另外一些 另外一些转点活动 像是如果你从这个美国的MX转进 Marian就是万豪 有些英文就会自己分不出来 加成20% 那我自己觉得非常不划算 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美国的美卡 尤其MX的这几张绿卡金卡大白 或者是万豪联名卡的话 如果你要万豪点数你就直接刷万豪就好了 那个会是比较划算 所以MXMR去转万豪加成20% 真的是没有很划算 那下一个很有趣 但是它是City 它是美国的花旗银行 美国花旗银行的这个点数呢 去转亚高的话会有50% 会多50%更正 多50% 那有点多 因为其实亚高的故事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我不给建议 因为第一个我没有City 我没有美国的City 加上我没有在玩亚高 但是我明年的机会就是要开始玩亚高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亚高高手的话 亚高高手请你私讯我 拜托 我有事情想要讨教一下 对 因为亚高真的 我看了一下亚高 其实在你饭店的数值也不错 然后加上说 它的点数很值钱 然后还有这些 Aquara Plus 还有一些可玩的空间 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在玩 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 每天大家都在忘好 忘好泰 忘好什么的 我觉得好累 好累有小时看别的东西 好那就这样 今天的这件倒数第二则新闻 就是这一个 倒数最后一则新闻 让我喝一下水 来吧 最后一则新闻 幸运航空 幸运航空其实在我们上一周的新闻 它就已经入榜了 而且是前几则新闻 那在11 在10月29号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 被害到的航班delay 那那个那时候 我有说明过状况 真的我在结尾有补充说 那是因为他们机械坏掉的关系 那那时候他们飞航杂谎 的这个班机是A330N 那时候坏掉 A330N 这四台 导致了巨型的delay 那这一周 又有一个delay 发生在11月4号的JX842 那我这边念一下 这个新闻稿是比较快一点 应该说新闻 新闻空一架JX742 曼谷飞往台北的班机 原定4号下午2点50分出发 但是班机延误到晚上9点多才起飞 训航空表示 主因另外一个班机延误 要确认机族人员 是否有工时超时问题 才会造成延误 有成员在PTTPO文 指出自己曾做的 新闻空JX742班机 要从曼谷飞回台湾 在报道时 被告知班机延迟 登机改为晚上的6点10分 但一度又提前到 搬往的5点 大笔里克赶紧冲向登机口 但是上机后 又在跑道绕一圈之后 告知不能起飞 乘客只能在机上继续等 到晚上8点多都还没有起飞 也不能下机 金文鸿表示 另外一班JX741的台北 非常曼谷的班机延误 因应组员工时 有加派能力 进而影响JX742的班机 后退也延误 这个是JX742的班机组员 担心因延误已有工时超时问题 未求谨慎 返回登机门确认 那已经确认没有超时问题 那这次的供影响 机上233名乘客 一方放水 饮料 咖啡 给旅客 班机于当地的9月 9点13分起飞 并于台湾时间5日 凌晨1点 6分抵达 我现在念完新闻稿了 好累 就是每一个 我其实很火达 你知道其实我们 我自己不太喜欢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骂说 这个航空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我都尽量去体会 体谅这些航空或基础人员 那我在所有的delay的新闻都建议大家 即使你这辈子你坐 你坐飞机坐的 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delay的 你迟早遇到delay 那我们都还是尽量的 新便宜下去去对待这件事情 那即使你被关在机上 一定有它起原因 甚至有些没办法飞的原因都是 百分之两百都是飞案问题 那当然飞案的这个大锤 就是这个要锤上乘客的时候 其实乘客也只能乖乖的说yes sir 对不对 也只能就是好吧 既然你说飞案 我也没什么办法 但其实这件事情还非常非常习惯 就是你都要后推的 然后结果你后推推出去 绕一圈之后又走回来 那为什么你后推的时候 后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程序 有非常非常多的程序 不管是前赵来后 都很多人做的程序 那你大家都没有叫 结果你这样转一圈之后 是被公司叫回来吗 那公司突然讲说 不行现在不能飞 如果等一下超时怎么办 结果就绕一圈回来 然后回来发现说 也不会超时 所以又推出去 我真的看不太懂 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 那再来 这个一些什么发放水 饮料 其实有乘客在PTT上面剖文 我就稍微念一下 因为他 他这个还蛮多的 他说在我们在飞机上被关了 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后 那机组员告诉 这个飞机要重新加油 加完油之后 没有多久 通知大家加油完毕咯 然后这个乘客 在PTT这位乘客 他说他去的厕所 空服人员说 要准备起飞了 要尽快出来 这样 后来要起飞了 新宇告知说 是否机组员已经换 没有告知这件事情 他没有说这个机组员 有没有换的 毕竟因为 原本是说人员超时 没有办法飞 那机上人等待过程中 只是一直被告知说 这个在等待总部的指示 所以所有人在飞机上空的 这时候大概六点半 然后后来才是加油 通知准备起飞 空等的时间 有两个多小时 但是只有饮料 那好 就这边先告一段落 所以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符合 其实这个是总部的问题 不是 你今天如果时间 而且你都后退了 你都已经后退 你再把别人叫回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其实真的是没有很懂 真的是没有很懂 而且目前这个曼谷 都还是来回班 这个来回班的意思 就是你基础人员去了就要回来 他们不会在当地住 那星宇目前飞东京的事 是故意办 也就是说你今天飞过去 你也不是说 但是超时的问题 因为你回来那一班 会换一组人 这种叫来回班 所以这种就不会有超时的问题 但是东京之所以变成来回班 应该跟之前JX800的关系 应该是不大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个月 有个睡袋航空知名的 这个星宇航空 是不是之前在这个东京 就发生很大很大事情 让旅客在登基门这边过夜 其实那一次我觉得 大概有七成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 真的是自己水脚 因为这台 这台的警告 想起那一台的这个刚刚好 因为车风怎么样 降不下去 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不幸运 我只能这么说 那我之前有录一集 我也知道那个逆风 但是就还是照讲 但是这一次我就不太懂 你都很推 而且这个不是说什么 今天有侧风 今天不是什么成田腰风 今天曼谷 好像没有听说腰风 但这个时间来计算 怎么会卡住了呢 这个我不太懂 我真的比较不懂这件事情 那也新闻稿也没有说是 飞机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今天飞机有问题 新闻航空一定会直接跳出来说 我们觉得飞机有问题 因为侧风什么的 或者是用 网军的方式去洗这种东西 他没有洗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 飞机都没有问题 组员超时的问题 组员也不可能有一个组员 跳出来讲说 我们要超时了 其实真的不太可能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总部人耍定的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又把他们扣回来 然后说什么 然后扣回来怎么样 如果你要再起飞 你是要再重新排队的 这个机场并不是说 你现在想走就走 它是随时都有 很像在流量管制一样 它是你要排队 你要后退 都是要盛行后退许可 你要起飞 起飞许可 这东西全部 全部都是要排队 不是说后退了 然后就开始自己后退 不是 因为你很可能卡到人 然后起飞也是一样 都是要排队 曼谷是个这么忙的机场 所以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才说 这个都有流程的 这都有程序的 到底怎么样 你可以后退之后 然后绕一圈 就回来 然后又不是机组的问题 然后又不是飞机的问题 然后再来 他之后再讲说 这个起飞之后 回到这个PT的文章 起飞之后 机上的广播 因为停留太久 食物有卫生的疑虑 所以不供热食 于是给了三明治餐盒 那飞机上的旅客 又饿又累 还没有热食可以吃 花壶 新鱼豆来说 最大卖点就是飞机餐好吃 没了 对比我之前曾经搭长荣 从上海回台湾 因为天气延误起飞 所以也在机上 关了四个小时 然而常常就至少 让我们在等待时间 先吃飞机餐 大家不会饿肚子 但其实飞机delay 是常有事情 有时候并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 今天是航空地人不处理的 就是 不舒服的 就是处理程序 有很大的瑕疵 今天是在泰国机场 check in的时候 开轨很慢 大家排队很久 大家好来才告知飞机delay 到一开始 登机的时间是6点10分 后来突然往前 也没有通知旅客 因为有人有收到讯息 但我没有 我没有收到讯息 我旁边旅客也没有 后来明明有超时的危险 还是让机组人员 机组人员跟乘客到 跑道上闯关 然后总是会失败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组人继续飞 再来是机上 完全让乘客空等 也不能下飞机 然后也没有东西 是完全等指示 最后起飞 还没有日式可以吃 这些所有环节 都会让心雨 都让人觉得 心雨还是有很多 程序上的瑕疵航空公司 其实我不是第一座心雨 我每次都会遇到delay 但过去的延迟时间 不算多病体量 疫情刚过 且希望台湾有多一家 优秀航空公司 一直给予机会 但我今天实在太失望了 我希望心雨航空 可以改善 但短期内不会再大了 然后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我觉得最重要 假机收到25人的 心雨折价券 这个25人是25人美金 跟延误正名 是不是够补 想看个人 有的乘客看到这个更怒的 擦笛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中间他讲的事情 就是说起飞 把这个热食 不能吃 其实我觉得他后 他中后段讲的这个 长容 先直接把热食 推出来给大家吃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但是为什么他们 之所以不这样做 你会不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不处理 为什么不就 推出来吃就好 我觉得如果总部脑袋 没有撞到的话 就不会让他们 直接这样后退了 知道吗 如果 应该说 好 我今天 今天你知道 JX742准备 他有 他应该是不会超时 但是他有可能会超时 所以你就让他后退 好 后退之后 OK 后来到 准备要进跑道了 进跑道之后 反正说不太对 然后你又把他抓回来 你又把这群人 跟迹象的所有人 这样抓回来之后 就是这件事情 已经够匪夷所思 那他们 光这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计算好 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你怎么还会期待说 总部会下指令说 你先放好饭 那一定有会讲说 那为什么空服 不直接放饭 不是空服 全部都是 以线的服务人员 他们不会有个说 我们先来放饭好不好 我们做厂长 我们来放饭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 不小心遇到什么事情 假如说你今天 放饭的途中 你现在全部吃完 要收完 可能是一个多小时的事情 这个流程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那如果在一个多小时 你离面 那 今天总部说 后退后退后退 妈的你怎么放饭了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不放饭 其实是可以 我知道他用这个比较 是 是长荣航空 但长荣航空 这个delay原因 他显然就是 处理这件事情的人 他掌握了状况 他可能知道说 你放饭 我们反正我们都解决不了 我们在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不了 所以这个 行与航空 真的是他整个流程 包含上次 ZX80 睡袋那件事情 我觉得都一样 都是 他很多很多流程 都没有处理好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外站 那再来就是说 好 那他 后来起飞之后 他发了三明治战盒 所以表示 他有准备三明治战盒 这三明治战盒 不可能是他带的 这个是不可能是他带的 那一定是说 在曼谷直接买的 请空住坐 什么送上来 请急送上一些 一些东西去安抚 不是 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说 可能要安抚 可能要 热餐可能不能吃了 等等的 好那为什么热餐 为什么这个餐不能吃 好 这其实我也是有点问 但是我没有问到 可以回答的人 所以我这边先猜测 因为曼谷是来回搬 带来回餐 那这个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说 东西应该会比较好吃吧 好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我之前搭过那种 从曼谷起飞的 那个搬机的食物 真的就跟垃圾一样 对不起 就是不觉得没有那么好吃 那我印象当中 我印象当中 心里是带来回餐 好那带来回餐的话 所以你去城会消耗到一半 然后回城就会消耗到另外一半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不是应该会把它 会把它冰着吗 这个其实我是一个问号 我印象当中 我印象当中是会 但是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真的不是组员 我也不是公共私人 好那 所以总之呢 他们就说这个 这个食安理律 那就食安理律吧 好那 有没有冰着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们就 我就不多问了 反正我 应该说 我下走 我去问一下别人 就是找这个餐到底 来回餐的 来回餐 来回的餐到底怎么带的 我下走再回答大家 但是我就我所知是 应该是不会冰 应该是不会冰 好那这样子 他们从 对啊 他们从曼谷又不上餐 好我这就不懂了 反正他们说 食物会坏掉就坏掉吧 然后这边 我就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不会有人就突然就是 想要 这样搞你们 就就给三名吃吃 这样子 好那这边有跨户 说新宇最大的卖点 就是飞机餐好吃 没的 嗯 是还不错啦 好 然后再来是说 飞机delay是常有的事情 那有时候不是 航空公司的问题 但是新宇 这个处理的 处理程序 又有很大的瑕疵 我告诉你 处理程序 是当地的人处理的 就是当地的人去处理 但是很显然 他们上面 也根本就没有给一个正确的答案 或者是明确的指示 让他们随机一遍 那他们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他们只能安抚你 跟广播一些 严不及的东西 我们正在等待 总部的指示 这是他们能够做最好的事情 所以 我还是说 你今天遇到这种航班 你就真的只能 不是叫你闭嘴 不是叫你不要 不要发这个文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东西 绝对是可以发 绝对要让别人知道说 新宇航空 就是有这么大的问题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是 如果你要稍微 稍微怎么讲 这真的就会发生 那这就是 搭成新宇航空目前来讲的一个 最大的风险 那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在讲 那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这个都是会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即使我搭常容 即使我搭UA 我都发生过更夸张的事情 那我没有把它写出来 那是因为我真的懒得写出来 我觉得那个时间 我可以拿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今天这样发生一个 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不好 你可以客诉 你可以发PTT 我就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那我们在 我们在看的人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今天长容 或者今天航空delay 你不会见爆的 你知道吗 其实是不会见爆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今年 我搭了九趟的新宇 我特别留意前去问 去看 那我到年底 我还有三趟 所以我今年会搭12趟的新宇航空 大家猜一下delay的次数多少次 好 那一定 我们先来定义delay 大家delay就是 登机门 登机时间 如果是12点整好了 那如果今天起飞时间是12点半 这是正常吗 起飞时间前半个小时登机 差不多 我自己是 只要起飞时间 在 它写的半小时以内 我认为是没有delay的 半小时内 我是觉得没有delay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我说 小吉他写12点半起飞 他12点40分才 后推 好 这对我来讲是没有delay的 这我基本上觉得是准时 所以 就我的标准 我如果在起 如果 如果这个 在半个小时以内 后推 我都觉得 可以 那这20分钟好了 我都觉得可以 那我在达成这94次 都没有delay 因为想说 达94 你94很幸运 那我们等一下后来 我们再引进据点 最后我们再来讲 民航局统计的 这个三大国际航空 谁delay最多 谁delay的这个 这个比率最高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先讲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的经验 发生 通常 确实信用空会容易delay 但是他delay不是一个 巨幅的delay 不是说这种 7个小时delay 7个小时delay是 偶尔 但是他小delay 非常频繁 就是说 他今天 原本登记 是12点 他常常你这个 11点50分到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改成12点10分 但这个很常见 就是很常见 我遇到很多航空公司 也都跟你讲说 因为地面作业缘故 像我这次来东京 我搭 我搭CI100 我搭华航 那这一班 这一班其实也delay 这一班delay半个小时 有没有 我查一下 CI100 11月4号 台北东京 原本9点半要出发 结果10点11分才出发 所以delay41分钟 这个对我来讲 是几乎没有delay 但是我有感受到delay 我有感受到delay 那 这个就算 这个就算在fly radar上面 它显示橘色的 这种就是 但是 我真的 我真的说 其实性云航空 这种的班级 非常非常多 有人会说 为什么 为什么性云航空 性云航空 到底问题在哪边 我替你可能飞机 飞机比较少 所以他们卡得很紧 这我们在很久很久 已经讲过 我们其实很常讲性云航空 所以我讲到 我觉得有点 有点腻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性云航空的机队 性云航空的机队 A321 NEO是多少台 13台 13台 就是他们的 最窄的 那个展体科技 再大台一点 是A330 NEO 简称叫A339 机台 4台 A350 之前在 东京随代事件的 A350 900 机台 4台 那你觉得 1344 谁会发生问题 通常都是小的那个 数字越少 它越不能激动 什么意思 今天假如说 今天是A321 NEO 它有13台 今天有一台出事了 怎么办 我今天有一台 就卡在 杂谎好了 杂谎现在是330 C机都用330 今天卡在杂谎怎么办 它出不来 台湾直接飞一台过去 还有机会 那当然可能会说 台湾飞过去 就不知道四五个小时 对 它至少是只有四五个小时 如果你今天 不马上飞一台去的话 那你就要等到明天咯 或者是你要 你要 你要再等更久咯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你的这个弹性够不够大 也就是你机队够不够大 那如果今天这个杂谎 它用了330飞呢 就是上周的事情 它330只有死台 所以你今天 上周它怎么处理 上周那条新闻 它杂谎那一半 它等到大阪的330 从台北飞 大阪大阪飞完台北之后 再从台北再飞到杂谎去 把那群人载回来 为什么 为什么它要等这个前后 它要把大阪飞完 因为它就只有四台 它只有四台 所以我真的很 真的 我不会跟你讲说 你大新雨要 要跳飞机 我不会到这么夸张 但是 我只能说 你现在大新雨 一定不变险 要考虑一下 上周我们都讲了 上周我们都讲了 那有 我知道我的节目 我一定会被别人讲说什么兴奋啊 什么东西 但是 我还是很诚实 我每次大新雨 我都有买不变险 我都买两家 其他家 我可能会买一家 其他航空 我会买一家 但是新雨航空太容易中角了 所以我不会买两家 但是我等一下再讲不变险的部分 我真的每次讲学院 然后都讲不变险 好 那再来 这个是机队的问题 所以机队少 机队小就比较难去做调整 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 再来还有一个是组员的问题 组员少 组员少的话 其实你也比较难够去调动 因为你要想 这不只是飞机的问题 今天飞机上面也会有组员 也会有人飞 也要有一整台的人 服务的人员 包含前舱 就是驾驶 跟这些服务的人员 全部都是要准备好 而且他如果今天派一群人去了 他可能要再抓另外一些人 上来standby等等的 这个我不太确定流程 但是 其实他并不是想象说 你就一台飞过去飞过去 不是 你要想 你真的后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人也是一个重点 那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休假 所以你会想 如果今天公司发说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需要人 我们现在需要支援 A30 我忘记几个人了 糟糕 八个人的配置 我们现在需要八个勇士 我们现在要去出发 而且 白的位 我们现在出发 是要针对一群 现在在那边已经抵雷五个小时 很生气的人 到了时候 你已经是抵雷七个小时 你要阻挡他们的怨气 现在公司现在发下个暂帖 你就从你手机 你把灯 掉到一个teams出来说 现在争取勇士这样 你会去吗 我一定不会去 他一点五倍我都不会去 我神经病然后钱好好赚的 我这几个小时钱就不要赚了 那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们今天从某些角度来讲说 哇天啊 我正要继续给人家骂 这样 所以 我坦白说 其实这个后面 航空公司问题很多 但是他也有很多背后的事情 好那再来是 这个是航空机队的问题 再来 再来 我是觉得他们这些后勤 就是包含说 这个餐什么三明治什么的 这个应该都还可以再弄更好了 下一次我相信 我上次 我上次东京ZX80也说下一次 这次又下一次 我不知道还要是再下几次 好那因为我实在太 我实在太头疼了 我就去调了一些资料 我就去民航局 去看了一下各航空的准点率 那各航空的一些准点率呢 大家要不猜一下 准点率最高是谁 我们我先给大家一点 前情提 就是我们这边只讲说 112年的9月的准点率 那国际航班有 国际航班是不包含 所谓的两岸航班跟国内航班 我们就只统计所谓的国际航班 那他这个统计是百约的 所以112年的9月 所谓国际航空公司 国际航空公司 总计的准点率是84%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84%到底是什么意思 84%就是 你有16%的几率会延迟 你有16%的几率会延迟 那其实这不低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什么 王晓杰为什么我这星宇航空 有延迟10分钟 其实大家都会延迟 但是我接下来要拿数据来作证 华航的准点率是 82.78% 这是地域平均 再来是华信 没有华信 华信是100% 因为它班次很少 长荣航空83.38% 星宇航空86.70% 让我再重复一次 你没有听错 华航82% 长荣83% 星宇86% 把后面都无条件捨去 所以星宇是最高 星宇是最高 但是这个后航有点太夸张 虎航87% 然后华信 华信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准点率 大家都不高 大家其实都不高 而且在9月的表现上 是华航比较 是华航最低 那我们来看8月好了 8月的时候 华航是82% 长荣是82% 星宇是87% 星宇整点率最高 萨小 跟新闻看到的都不一样 112年7月 华航整点率80% 长荣整点率79% 星宇整点率75% 不一样了 7月的时候 星宇整点率是三价最差 6月的时候呢 华航84% 长荣是82% 星宇73% 这个是6月 所以6月的时候 星宇的整点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其实一直往回推 都可以发现同一个trend 就是 星宇航空的整点率 非常 非常之不高 大概在7成左右 在今年的1月到 7月都是7成 直到8月 跳到了87% 9月跳到了就是86% 就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其实我要讲一些 比较比较夸张的数字 像112年的1月 长荣的准点率是57% 好 那我先说 其实这准点率 它背后的计算的模式 它的国际航班 它的delay是指说 关舱门之后 关舱门这个事情 超过表定的30分钟为基准 这是以前 但是从107年3月之后改成 后推 它超过表定时间的15分钟 成为延误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所谓的delay是指说 你今天后推这件事情 它造成延误 而且是15分钟 所以刚刚的准点率 其实是蛮严格的 15分钟我觉得 就是个人觉得很严格 而且才是后推 后推你要关 后推你要把所有的check都check完 而且是被争取后推 其实这蛮难的 那准点率就不用说 这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算法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最近两个月 新约航空的准点率是高的 但是它还是偶尔会会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 包含这个曼谷啊 或者是东京线的 这个最近的delay的频率 老实说 他们真的都是非常小幅的delay 可能是10分钟 可能是5分钟 可能20分钟这样 但是呢 对于乘客的观感 如果你都已经有假设说 这个新约就会delay的话 那你真的就会 真的会被影响到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一个蛮糟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已经盛传说 新约会delay 新约有这个 睡袋航空的这个美名 那你这样子 真的真的会影响到乘客的达成 即使你的数字是 全世界最 就是全台湾三家最好的 你还是会有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 这个就是新约翰空的功课 就不是我的功课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以数据来讲 新约翰空是没有比较差的 我的数据讲 不要再跟我讲说什么 小杰因为你是什么insider insider跟 跟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他就这样 那这份民航局的这个统计里面 统计了112年 它是每个月会一份的资料 那这份112年9月 他有写说 这个延误的原因是什么 那非常有趣的 新约里面大部分都是走这个来机晚道 但是不是所有数字都有进行这个统计 很奇怪 他说这个9月 9月新雨有89班的这个延误 那原因有一件是机械故障 有6个是来机晚道 那剩下的呢 剩下82个是死到那去 我看不太懂 然后我看到有趣的是说 机械故障 不要 我们先讲华航 华航的延误次数在9月有302架 长荣有322架 长荣略多 那这个还是跟班次有关系 所以要算一个比率会比较准 那但是在延误的原因里面呢 天后音速 华航两件 长荣一件 然后机械故障 这个是我想看这样的东西 华航是23件 长荣是5件 这个蛮有趣的 特别特别多 虽然它的延误比较少 但是它机械故障的班次特别多 来机晚道 华航也是非常非常多 33件 然后常常是5件 那在这份报道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 延误时间的统计 但是延误时间统计 很奇怪的是 它并没有统计 各个航司的 delay的延误时间的平均 或什么的 我其实就想看平均 但一直都 这份资料里面最 就是没有看到这一个 但它有写说 在所有的机场里面 那延误时间的统计 最多的是 这边写澎湖 但是因为这是国内的航班 所以这个标题写说 国内 国内航线客运 搬进延误时间的统计 按机场别分 它这边是国内 所以它没有一个国际的 按机场 也没有一个国际的 按航司去做 去做分 去做这个统计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躲掉一个 我很想看的东西 希望到之后 可以写一下这个东西 那其实从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 大概可以感受出来说 其实 目前来说 幸运航空 在最近两个月的表现是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 就是真的 听起来很怪 但是真的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 你完全没有办法 去预测这件事情 即使你今天知道说 好 今天这间航空公司 它准点率去86% 你还是觉得说 我会去这间14% 或是你今天看到 那个 你今天看到 那个登机时间 它已经晚了10分钟 那你还是会觉得说 我就是那16% 但是 我其实大家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其实这个时间是 表定时间跟后退时间 我表定时间跟后退时间 在15分钟之内 其实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比较 蛮严格的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登机时间 有时候 其实蛮早的 我有看过 40分钟前就要登机的 就是 就是那个 起飞时间前的40分钟 瞬间有时候 delay10分钟 如果它动作快一点 该做都做完 没有no show在 没有轮椅大军 没有 没有人逛免税逛一逛 然后还要地勤去喊说 你是李先生吗 你是要搭乘JX742的旅客吗 不用这样去问的话 其实 半个小时内 绝对是登机等等完的 所以 那大家 就是到了这个 登机的时间 当然还是提早到 而且你不到距离的时候 你就提早过去 去看一下 然后可能贵宾室 那个也不需要待太久 虽然贵宾室都会广播 但是有些贵宾室 也不会提醒 也不会广播 所以你不要在里面睡得太开心 睡个闹钟什么的 也不需要怕吵到人家 重点就是 其实这个准时这件事情 是很多大家都一起 一起努力的事情 那当然 接着很多很多时候 确实航空是有出一点包 就说行李怎么在大阪 没有回来 关系机场怎么做问题 那次可能是新转盘的问题 这个我们前几周 有cover到这个新闻 真的 其实像行李航空 现在这个状况 搞得很多人在检视它 但是其实实际上 数据来讲 你不会去看到任何新闻 在讲说 花航今天delay 或者是你看到 常用今天delay 其实都不会 像我这一趟 我delay了40分钟 它会见报吗 不会 但是它可能会在 某些社团里面 会有人抱怨说 我今天什么 又delay40分钟 但是对于常大飞机的人 delay是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我今年 我还有另外一个delay 是 也是从日本 我从日本回来 我早上9点半倒机 我早上9点半的班机 我7点半倒机场 你知道改到什么时候 改到下午3点 好那 假如这样算delay吗 大家要不猜 猜哪一家 华航 我说华航 是广岛 那我有发文吗 不会 我二折了吗 广岛机场蛮难吃的 但是我也没吃什么东西 他就发一个券 今天发一个券是什么 2000块的日币吧 2000块日币我也不觉得可以干嘛 但是他有发 我也没有用 其实我根本没有用 所以 去计较说 他发了多少钱 去计较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我现在如果开一间航空公司 我根本不会给这个东西了 因为如果你今天夏季 你收到一个25块美金的东西 你会跟我说很神奇 然后你搭乘我下一次 搭乘我们家 才能用这个扣底券的话 你会更生气 那我干嘛不要罚了 我因为被你骂 我也不要承受这个 这个骂名 因为你今天一下机 你是怒气 结果我今天给你25美 你也生气 我给你50美 你也生气 我给你100美 你也生气 我告诉你 你怎么样都会觉得会生气 那我干脆不要给 我真的 如果是很多 我绝对不会给这个东西 因为骂的低 我今天给你4倍 我今天给你10倍 你都会生气 你就会想说 其他航空公司 什么如果 这般搭不到 我会超卖 什么 人家出价 什么6000美金 什么东西的 就是有些人 一定会讲这种东西 所以我他妈一定不给 如果是航空公司的话 所以 我不知道 我真的看不懂 就是你知道乘客要什么东西 乘客要的东西就是 那这趟可不可以免费 乘客就是这样子 今天这个房间里面 对不对 你进去一个房间 一个饭店的房间 房间没有打造好 看到一根毛 看到一个头发 然后看到一个什么 有点脏的东西 今天叫经理上来 最后怎么样 他就是希望听到一句 那我今天算是免费好不好 那即使有些人这样子 他还会上网去po文骂一波 所以其实再怎么样培想 大家都是不开心 因为那个心情是没有办法抚平的 25枚 500枚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 那当然这种东西就会很 很迷失的在 各大社群流传 说什么25枚 25枚 这是一个错误决策 我真的觉得 好 那不管 就是 你现在在疫情后 大家的所有的搬机 尤其转机越频繁的 都一定要保保险 真的一定要保不变险 拜托 那我再回到不变险 这个东西 我会在资讯里面留 一个连结 或者是你直接在 Google上面打这个 这就是人生 他是一个blogger 他是应该就是 就在整理这个 很多信用卡资讯的 一个资料 那他有整理这个旅游 不变险 其实是不变险 不是平安险 平安是保 跟生命有关的 不变险是 跟你的 财产有关的 所以 不变险就是 延迟啊 心理不见啊 这种东西 心理延误啊 这种东西就是 所谓的不变险 那我是建议 平安险不用保 不变险要保 然后我自己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保什么好了 我是保 我一定会保的是 富邦的 富邦的那个 旅评卡 旅评卡还是 这好像就叫旅评卡 什么快乐 快乐旅什么卡的 那我是有用这个 像我这一趟来 日本 我就是保的最低额的 我都保最低额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的不变险很贵 如果你要保到一个 比较好的集聚 像我这样三四天来日本 三天而已 最低的集聚是199 最高的集聚要1200 你这样算一下 就知道这个 投资报酬率不对 因为你1200 结果你只能 理赔5000或1万 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 199 就算200 你今天可以理赔5000 这个杠杆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用的字是杠杆 就是因为 这就跟买乐透一样 你就把这件事情 会不会延误当做买乐透 然后你就也不用担心说 你下季的时候 会收到25块美金 然后觉得很气 因为你现在就讲说 我回家就有5000块 可以领了 好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不变性 我是建议大家要保 你要保一家 两家 三家 保哪一家 自己去决定 我常见的什么 新什么的 新案吗 还是什么 台产 富邦 国泰 这十几家我都保过 那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 他们想要focus的重点 比如说这一家 可能想要讲说 我们对心理保障很重 或者我们对监物这边 很好等等 然后大家自己去比较 这我就不推荐 但是因为我自己对于保险 我就是买最便宜的 因为我怕的东西 只有这几个 就是心理延误 跟搬机延误 然后我要从心理延误 跟搬机延误 这边捞回来一点东西 我就是用这个字捞 因为 对 因为其他东西遇到了 我也用不到 很简单那个行 我都遇到都用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有一种 补偿我的心理的效果 这个不变钱这部分 那我自己就告诉大家 我用的是什么 但是你自己要用什么东西 你自己才知道 但我自己出去 我自己帮别人保 也大概都是保这个 就是我觉得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往上点一点就好了 对 那大家相关条文 我就不去细念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集 在讲不变钱 但我不知道在哪一集里面 然后如果你很少出国的人 比较少出国的人 一年出一趟的人 我建议你要稍微比较一下 因为 疫情后跟疫情前的 不变钱真的涨 差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没有最好的不变线 讲这种比话 就是真的没有最好的不变线 要看你注重哪一个部分 因为你很注重心理 可能胎产比较好 可能 可能 我都不讲死了 我还希望所有的 那个听众 大家都有自己能够去 分辨是非的能力 或者是分辨 哪个东西比较适合你 因为每个人在乎的不一样 所以你要被补偿的东西不一样 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 所以你喜欢产品也不一样 那就很像我们今天 我们常常在讲一些 这些饭店 其实很多人跟我说很贵 有些人跟我讲说 为什么你会住这么便宜的饭店 我就觉得精神分裂 但我能够做 我毕节目能够告诉大家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价值观 我觉得也不需要去否定 人家的价值观 因为我不断不断地被 其实我一路上来 不断不断地被否定 就是别人讲说 为什么你要录这个 为什么你要录那个 那这个有人听吗 那个有人听吗 这个饭店也没人住得起 这个饭店 你录这个便宜饭店要干嘛 它有什么重点吗 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 我其实就是把我的生活 重视的反应上来 你要不要听随便 你反正我的标题都写很清楚 我也不会用标题骗你进来 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你反而会发现说 里面有一些 我标题不会写的东西 那也都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还是会想要奖励自己人 或者奖励一些铁粉 就把一些东西 可能不小心塞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私信了 所以也很感谢所有听众 包含最近来的新听众 包含这个研究生介绍进来的听众 再次感谢他 我不要一直没记得要感谢他 我这周已经感谢他四次了 但是真的很感谢 因为你知道就是一个肥宅 一个每天都在独旅的人 然后有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讲话 然后就打开录音机这样录一录 那真的很感谢 有些人会 很多听众会听 然后会反馈 然后或者是跟我聊聊天 或者是就是 就是对 就是真的有听进去 我就吓到 因为我就录完 我就很像排毒 排完读之后 我就不会再听了 或者是我就觉得 哦好我心情好多 这样子 但是有些人有进去 或者有些人就是真的很害怕 或者觉得 我会出什么事情啦 好的 但还是很感谢啦 但应该是不用担心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是小姐 如果这个系列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网线听 我们其他系列也不错 甚至我觉得比较好听啦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真的是太 这个 聊新闻真的是太普罗大众了 这样子 好那 希望的话 谢谢帮我们到高大平台 帮我按五颗星 然后五颗星是 每天都可以按一次 其实基本上 因为我们快要日更了 所以 你就每次听一集 就帮我们按一次 帮我们往前冲这样 那我们虽然调出版外了 但是我们的 听众还是在持续累积 还有很多人在追随我的 这个IG啊 也很感谢大家 但是我大部分的 自己个人的东西 都会放在 我个人的IG上面 但是那上面 也会相对于 更主观 会比节目还更主观 就更有主见 就是因为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好那 虽然说 这个是公态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有个想法啦 好那 希望大家就不见怪 感谢大家 那我们就继续 录到这边 拜拜